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介绍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一下课本一百十十五页 讲到这里 正念弥勒尊求生彼净土 法门罪稀有 敬意普及故 见佛实文法 何忧于退堕 武政共法里面有净土 就是弥勒净土 大圣共法里面也有净土 就是弥陀净土 幼师净土 那三圣共法里面 其实武不净天也是净土 那我们说过净土 净土的观念 大概可以分作这个所谓的 生文净土 菩萨净土 跟佛净土 大概可以这么分 那生文净土 还有就是人间的净土 大概有这么分 那生文的净土 其实武不还天都是阿纳罕 阿纳罕三国的居士去的 那他只有这个生文 所以是生文净土 菩萨净土就是弥勒净土 那多算天没有佛 最高的是补处菩萨 所以这个是菩萨净土 那佛净土最高的基本上就是像余佛净土 阿弥陀佛的净土 妖师佛的净土 阿处佛的净土 这个都是佛的净土 那佛的净土又有分 佛国土里面有佛的净土跟慧土 释迦佛的国土是慧土 他武卓二师 这个是佛国土 但他不是净土 那这样又有分 另外有所谓的人间净土 人间净土里面没有佛 人间净土里面又有分 有佛跟没有佛 没有佛的像得聚如舟 他也是人间净土 但是他没有佛 那这个之后 尼勒再来人间的 下身来人间的 那个是人间净土 那个是有佛的人间净土 那这样就是大概净土的这个差别大概这样 就是人间净土 生文净土 菩萨净土 佛的净土 有这样的一些差别 那这里是讲到 武称共法里面的净土 因为他在御坚 他在御坚 那生文净土在色坚 五不凡天 五坚 五热 三坚 三坚 色秀坚 三国的圣者都升到那里 到了那里之后 就在那里正涅槃 那这个是生文的净土 这个大圣的净土里面就分很多了 有的有凡有圣 像阿弥陀佛的净土 其实是凡圣同虚的 那有一些其实就是纯菩萨 有些是有菩萨有神文 有些是有凡有圣 就不太一样 有很多种差别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或者觉得释迦摩尼佛已经涅槃 是弥勒佛还没有来 就是因为弥勒还没成佛 我们佛教徒基本上 现在是没有弥勒佛的 所以我现在要讲有弥勒佛 那个是一贯道讲的 弥勒还没成佛 弥勒成佛还很久 到底多久 有些说大概也还有五十几亿年 可能没那么久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算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还没那么快 那还很久 但是这个弥勒未来一定会成佛 下一群佛下一次就是他成佛 那他在什么时候成佛呢 在人寿八万四千岁 有些时候是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成佛 现在是简洁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在佛教里面的说法 到底这种说法确不确实 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佛教有这种说法 就是现在是简洁 有真简洁 那人寿基本上就是在十岁到八万四千岁的时间摆荡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没有例外吗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佛教界有这种说法 真简洁 那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印度 也有可能是印度原来的说法 就真简洁 一真一简就一小结 那真就是从人寿 人寿人的寿命 人的寿命从十岁 最低十岁 这是平均寿命来讲 最低十岁 像毛大概就是十岁 狗就是这样 十岁一百年加一岁 一百年加一岁 每一百年加一岁 就加一岁 每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就使用八万四千岁 八万四千岁 这样叫做一真结 然后再从八万四千岁 八万四千岁 一百年减一岁 一百年减一岁往下 一百年减一岁 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十岁 这个叫减结 那我们现在在减结 我们现在是一百年 我们现在是大概七十岁 释迦佛的时代是一百岁 这个是释迦佛的时代 释迦佛的时代 释迦佛的时代人寿是一百岁 但是释迦佛本身没有活到一百岁 我们八十岁 释迦佛的时代是人寿一百岁 但是现在已经过二千五百年了 一百年减一岁嘛 二千五百年就减二十岁 所以现在是七十五岁 释迦佛实在是减结 因为这一结里面有三尊佛 前一尊是六万岁 四万岁 两万岁 释迦佛的前一尊是两万岁 两万岁这里的时候 两万岁的时候是 是迦瑟佛是前一尊佛 在前一尊是四万岁 在前一尊是六万岁 所以迦瑟佛好像前一尊是 都在这一结里面 是迦瑟佛的时候是两万岁 减到释迦佛一百岁 减到一百岁的时候释迦佛出世 八万四千岁减到两万岁的时候 各十 这两万岁 这个是迦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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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到十岁 又从十岁 这是另外一节 第七节 第八节 这是第七节 然后第八节 这是另外一节 又变成真节 另外一节就开始了 这一真一节是一小节 一小节 这是一小节而已 然后减到十岁 就从十岁开始加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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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八万四千岁 这个时候迦瑟佛出世了 加到八万四千的时候 这个时候迦瑟佛出世 迦瑟佛在这个时候 他是来人间的 他是来人这个人间的 来这个人间 那也可以就是 也可以说是在简节的最初 在真简的最后 迦瑟佛 迦瑟佛 迦瑟应该是迦瑟菩萨来人间成佛 迦瑟菩萨降生人间 就好像释迦 释迦菩萨来人间成佛 变成释迦佛一样 他来的时候不是佛 迦瑟菩萨 这段期间迦瑟菩萨都一直住在多帅天 住到能受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迦瑟菩萨下生人间 成佛 说还很远 还很久 那他们这样算是 大概还要过五十一年 都很麻烦久的 但是应该也不是这么算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么算的 但是就是他的一些寿命的一种算法 他是这样 他就减减减到十岁 十岁最低 再从十岁加到八万四千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有的是八万岁 有的是八万岁 有的是八万四千岁 这两种说法 有的是八万岁 那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成佛 这个时候 那所以还很远 那弥勒菩萨都还没来 那我们有弥勒佛的生日一月一号 那是希望他赶快来 一年的第一天赶快来 好 我们底下看 所以弥勒佛还没来 这还很久 还很久 现在人寿七十五岁 无论是修六念或理佛念佛 总要有一特定的佛 六念就是念佛念佛念生 念师念界念天 那你念佛 总要看要念什么佛 念释迦佛 那我们上一次讲过 念佛一开始是念佛的功德 但是念佛的功德 总是要念那一尊佛的功德 那一开始是念释迦佛 原来只有释迦佛 那念佛的 念释迦佛的功德 那功德有很多 就表现在十种名号里面 如来 应供正便知 明星族 善世世千贤 无上世 调义丈夫 五天仁 师 师尊 这十种名号里面 另外有念佛的一生 念佛的一生从他出生 成道 转法轮 怒虐白 拿来念佛的功德 这个也是念佛 那不管你要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一生 那么这个都从佛的名号里面 比如说释迦摩尼佛 在这里出生 释迦佛在这里 在这里成道 释迦佛在这里总法轮 释迦佛在这里入涅槃 那他有些什么样的功德 值得我们学习 原来念佛是这样念的 那后来就慢慢慢慢变成 不知道佛有什么功德 单纯只念佛的名号 那这样又差了 又有一点点落差了 这个是净土法门后来发展到最后 有一点点越走路越小 越走路越小 越前是这样 所以我们会觉得像 比如说 比如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么多净土法门 当然他只取一个极乐净土 这也无法 但是讲往生净土的基本上 有波作三位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那么很多人就是 这些经全部不要了 就指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里面讲阿弥陀佛的印第 法善比丘发48月 然后怎么修行怎么修行 这整个过程 就在叙述他的功德 他怎么修行 这些也都不要了 只取48月 48月里面讲了很多 只取18月 那就变成有一点点偏了 越走越长 就变成十念就往生了 所以就训练成朝十念法 早上念十念 一口气念十念 往上念十念 就准备可以往生了 那这个就越入越走越窄 越窄 就有点像日年中 人家智德大师以法华经为主 这部经要修行 后来就变成 只念南某妙法连华经 这个经体就可以成佛 人家是依着法华经 这整部经的这些次第修行思想 那么来修行成佛的 现在传到日本去 日年中 只要念南某妙法连华经 那么就可以成佛了 就越走越窄了 就变成不是这样子 那即使是一无量寿经 他也不是只是指此名号而言 不是的 一无量寿经来讲 一无量寿经来讲 这个后面我们讲到 迷头净土的时候也可以再讲 就是说一无量寿经来讲 往生净土 必须要聚主四个必备的条件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我们随便讲到净土 就随便这边讲 一无量寿经来讲 必须具足四个条件 往生的四个条件 第一个发菩提心 所以三倍往生都要发菩提心 没有发菩提心是不能往生的 这是必备条件 第二个分就是修诸功德 那主要是在这个 上倍 中倍 下倍都在这个 修诸功德 他这里有分 我一无量寿经来讲 一无量寿经来讲 上倍 上倍 他是三倍往生 上倍 大修功德 大修功德 就修很多的 廣修功德 我们叫做廣修功德 就修非常非常多的功德 第二个 中倍 中倍是修诸功德 下倍 下倍就是少修功德 就是多少修善 就多少 至少也要 就不能没有 多少修善 基本上就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 依这样 依你修的功德多少 来分明 是上倍 中倍 下倍 所以你不可能没有 那第三个 第三个才一向专业 一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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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持名号 意念功德 其实这个是怎样 一向专业 念阿弥陀佛 念无量寿佛 那无量寿佛的背后 有这个阿弥陀佛的修行 怎样怎样怎样 这些功德 其实就是指持名号 然后或者是意念功德 名号的背后也是明以昭德 是指名号 可是名号的背后 其实就是功德 意念功德 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是什么 学佛啊 念佛功德 这上次我们有说了 最后才是回向发约 发约回向 回向发约 发约要往生 你没有发约你也不能去的 那你没有一向专业 又一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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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心念也不能 就是你没有意识这些功德 然后你没有回向发约 你也不能去 但是你没有修诸功德 那也不可能去 你没有发谱提心也不可能去 这个是无量寿佛 讲得很清楚的 可是后来我们念佛 就变成只是指持名号 然后发约 然后就要往生 也不修诸功德 再加拿着念佛 一天到晚念 然后就觉得要往生 然后也没有发佛提心 如果一一无量寿经来讲 他必须去读这四个条件 但是后来就是 我们说到后来的净土 就越走越偏 那你就讲一部经 就无量寿经 一部经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院十八院 设我得佛 那么就是 就是他 法善比丘未来臣服的时候 若有众生 欲生我活 祭祖十年 若不生者不许政权 只要十年就能够往生了 所以后来其他都不要了 就变成重中之重十八院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变成只要一十八院 祭祖十年就能往生了 哪有这样子 他一整部经跟你讲那么多 你就取那一句 然后就说那一句就能往生 不是这样子的 他已经三倍往生 你都不在这三倍往生讲的里面 如果你只是俱足十年 没有 他还有其他的院 你要合起来看 他不是单独的一个 并不是这样 好 那这个我们如果讲到后面 大声不共进度的时候 可以再来说了 我们只是简单讲到进度这些 那弥勒进度其实也是这样 其实弥勒进度也是连化化身的 去到那边也是连化化身 而且弥勒菩萨你去了那边 他也一定会让你得不退传 跟你说法说到让你得阿弥巴症 也是这样 但是在弥勒天 多算天 弥勒天宫 你如果去到那里 重点不是去那里成佛 不是喔 去那里跟弥勒菩萨学 学了之后跟弥勒菩萨一起来人间 是这样子的 他并不是就在那里 那这样就不一样 我先来看 他说无论是修六念或礼佛念佛 总要有一特定的佛 为我们的归宜处才能信向坚定 就是他就是让你坚定 让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其实是这样 所以要告诉你 你能念阿弥陀佛就在西方 子方立相 就让你有一个明确的 有一个可以守缘的 所以才能信向坚定 佛与我们特别有缘 才能护持我们 不会退多 其实佛跟一切众生有缘 为什么 因为佛就是要度一切众生 佛怎么会跟众生没缘 当然无缘是众生 跟佛没有缘 因为佛就是信念众生 但是众生不信念佛 就没办法 就大师就不少讲什么 如母亦子 如子亦母 子若亦母 如母亦子 母子立身 不相为缘 在佛这一边 他没有护念众生 没有那个不护念众生的佛 没有 那么你的心在哪里 你就跟谁有缘 可是我的心在你那里 你的心不在我这里 我想跟你有缘 可是你的心没有跟我缘 那没办法 我即使发出一百万伏特的电 你是塑胶绝缘体 那也导不了电汗 那没办法 所以佛 佛是一定跟众生有缘 但众生不一定跟佛有缘 所以要叫你意佛念佛就是这样 现前当来不听见佛 当我们意佛念佛的时候 我们的心在佛那边 我们就跟佛有缘 你什么时候去过极乐事件 你什么时候见过阿弥陀佛 你什么时候跟阿弥陀佛有缘 没有啊 从什么时候你开始跟阿弥陀佛有缘 从你开始念佛的时候 一样的道理 那释迦佛也是这样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释迦佛有缘 你哪一生见过佛 也许有啊 但是有些也没有啊 那但是这个缘 越解越深 越解越深 到最后成熟 你就可以得度了 那这个是你修法 你的法一定是从佛来的 所以佛与我们特别有缘 这是决定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互念我们 他就互 佛来这个世间 就是要度这个世间的众生 他肯定跟这里有缘啊 可是我们不一定跟他有缘啊 所以才会讲佛一直在意念我们 互念我们 但是我们不一定念佛 所以要从念佛里面 从意念佛跟佛相应 那么这条线要拉起来 所以他说佛与我们特别有缘 才能护持我们不会退脱 这虽然是对三宝功德 因果定律还缺乏深切的信件 但也却是众生的常情 就是你没有一个可以医子的 那么觉得佛可以救我们 没有这种心啊 那么众生基本上都是先起这种心情 他不一定真实的了解 但是这个是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一开始都是希望佛能够救度我们 释迦佛大慈大悲 因为这样曾经说过 正念弥勒尊求生 比弥勒净土的法门 那么弥勒菩萨为释迦佛法会中 清门寿迦佛的持途未来佛 现在身在都算天 佛教一种说法就是凡事 凡事当来要成佛的 在这个世间啊 其他的世间就不一定 其他世间就不一定 就是补处补杂都要住在多数天 像极乐世界 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分这些这么多天 那他就不一定是住在多数天 那是在这个世间 他有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有六天 第四天是多算天 那补处菩萨都住在那一天 魔王住在第六天 那如果是三果的圣者 又不住在第四天 因为他离遇了 住在色界 五不还天 又不一样 那这个弥勒菩萨 当时在释迦佛 阿含经营有说到 这个是阿异多里丘 佛寿据他 未来 当来成佛 所以来这个世间成佛了 这是持土的未来佛 所以他还没成佛 他是未来才成佛 还很久 刚才我们讲还很久 现在在多算天 那他这里讲到 多算天有一个特别区 称为多算内院 凡是当来下生成佛的 都先生在那里 就是补处菩萨 当来下生成佛就是补处菩萨 一生补处菩萨 是生在多算天 但是多算天有没有内外院 这个是有 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从经典看看来 并没有看到经典有说 多算天有内院跟外院 没有 没有 就是从经典里面来说 经论里面来说 并没有讲到 多算天有内院跟外院的差别 那既然没讲到 这多算内院到底从哪里来的 这个是用传说来的 那特别是印度的传说 印度的这种传说 等一下会讲到狮子觉的传说 那 就是说有没有内院外院是 是有疑问的 那因为经典里面都没有讲到 那是从传说来 等下我们再来看 但是我会先讲 就是说 五处五杀一般就是在多算天 释迦佛 释迦佛之前也在多算天 不是多算天 多算天 那从多算天下身来成佛的 那么下一尊佛也是这样 在下一尊佛都是这样 这个世间成佛的 都是先到多算天 坐在那里 然后为大众说法 他说多算念愿 等一下我们再讲 有没有多算念愿 先来讲 把这个讲 是一个清静庄严的进度 弥勒菩萨经常在那里 为无量大众说法 那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有没有多算念愿 第二个 弥勒菩萨是不是都一定讲为事 这是一个问题 弥勒 弥勒一般我们现在看就是 弥勒是讲为事的 弥勒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如果弥勒讲为事 那释迦佛不讲为事 可是佛佛道统 照理来讲 照理来讲 不管是释迦佛 不管是迦瑟佛 不管是迷勒佛 不管是阿弥陀佛 我说的法都是五根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都是四念处四地原始 不会离这个的 当然为事里面也有讲原始 也讲四念处也不离 但是如果是释迦佛没有特别说为事 迷勒特别讲为事 那么这个在经论里面 好像也没有特别这样说到 当然这个是于解释律里面有这么说 但是于解释律里面讲的弥勒菩萨 到底是弥勒论师 因为所有的大圣的 大圣的都叫做菩萨 五左菩萨 四千菩萨 这个龙树菩萨 马鸣菩萨都叫菩萨 那么有一个弥勒论师也叫菩萨 他叫弥勒菩萨 那传说就是多帅天的弥勒菩萨 是不是我们也还不知道 不过弥勒菩萨 就是说弥勒菩萨未来成否 多帅天那个叫做弥勒菩萨 这个是经典里面有说的 而且他当然成否 这个确实是有 但是弥勒菩萨 这个多帅天的弥勒菩萨 是不是讲为是 那这个不知道 还有多帅天有没有内院外院 可能没有 可能没有 没有内外院之分 但是现在来讲 因为这里是就传说来说 弥勒菩萨经常在那里 为无量大众说法 过了一个时期 弥勒菩萨将要来这南延福体成佛 就是到了 到底什么时候 传说是这样 就是说十岁 减到十岁 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大概七十几岁差不多 好像是女众七十六岁 男众七十岁 好像是这样 多六十岁 平均 他说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世界早已转为净土 净土不是自然转的 不是 他是这样 他是说这个人 一起照业 照业后来受苦 受苦 寿命会减短基本上 一种是夜暴 就好像一只猫一只狗 他就是十五年 他活起来感觉上一百年一样 但是他就是十五年 那有一个虫十年 这不一定 那 一种就是说 有三灾 有三节 水灾火灾风灾 瘟疫 刀兵 刀兵 刀兵节就战争了 然后传染病 然后饥荒 这三种 叫小山灾 还有大山灾 水灾火灾风灾 就自然灾害 然后这一些 这一些会让人的寿命減断 让人活不到几岁就死了 活不到几岁就死了 平均寿命就十岁 这个时候人 因为一直在受苦 就开始会反省 因为也没得照业 也照不了业 就好像在监狱里面 就犯人照不了什么业 就像这样 那整个世界 人寿十岁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像一个监狱 都一直在受苦 这个时候的人 比较会反省 也没有能力照业 寿报完了就开始 那个善心起来 就开始照三月 照三月 越照越多 照到八万四千岁 那个时候弥勒来 称逢 是这样 当然有很多菩萨 有很多天人 都会下来教化这个世界 就好像比较有钱的国家的人 会到比较贫穷国家 去帮助他们 然后去教化他们 或是去 比如说台湾的农业 农耕队很有名 就到那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教他们怎么耕作 教他们怎么样使用 像这样 给他们盖学校 盖医院 那美国有很多 就国外有很多 这个慈善家也都是这样 特别帮助那些 比较贫穷落后的 那么传染病比较多的 瘟疫战争比较多 怎么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防止战争 然后就是 防止这些疾病 然后教他们 这些 大家要彼此帮助 类似像这样 那这样的人 慢慢慢慢慢慢 又变好 变好 类似像这样 等到大家越来越好 那么到达一个顶点 就是八万四千岁 那过得太舒服 享受了 忘记了 慢慢慢慢 又开始 就 弥勒否灭了 然后慢慢又往下 往下掉 往下掉 大家又开始造恶业了 就变成这样简简简简 大概是这样一种说法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 经过这样的循环 不知道 这就是有这种简简简简的说法 好 所以在弥勒 弥勒的人间净土中 就是说 它并不是自然转的 而是有人 有人发心 不断有菩萨这边发心 然后教化教化的 那才转成人 才变成净土的 那弥勒 弥勒菩萨来这里成佛的时候 成佛的时候这里就是净土 人间净土 其实是有佛的净土 三会荣华 叫做荣华三会 荣华是他的菩提树 叫做荣华树 那释迦佛的菩提树 叫做毕波罗树 他是毕波罗树 那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菩提树 那弥勒菩萨来的时候的菩提树 他也叫菩提树 但不是释迦佛那个毕波罗树 那个菩提树 那是另外一种树 但是这些树都是印度的树 就变成好像是佛 全佛都在印度一样 变成是这样 荣华三会 那荣华三会就是 弥勒佛说法只说三次 那释迦佛说法不止三次 那四十五年 说法我看三千次大概都有了 不止三次 但弥勒说法只有三次 据说 就菩萨楚胎经来讲 他说第一会 度九十六亿 这不知道怎么算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有这种说 我们就听了 就是九十六亿 那这九十六亿 第一是受五戒的 那就是在释迦佛时代有受五戒的 到时候弥勒佛来的时候 你有受五戒的第一会得度 三规成熟 第二会度九十四亿的人 这个是有三规一的 可是这样说也很奇怪 当然这个菩萨楚胎经 给人是后来的 那因为在释迦佛时代 释迦佛时代 只要是归一就一定受监 没有归一不受五戒的 没有 基本上是都是归一就受监 那第三个 度九十二亿 就是初会度九十六亿 二位度九十四亿 三规度九十二亿 那这一亿一般来讲是十万 一亿是十万 那他说度九十二亿 这个是比较列根的是 有念佛的 有一千南佛佛的 都会得度 有这么讲 好 那这是我们参考的 就是荣华三位 荣华是指荣华術 在荣华術下说法 释迦佛是在菩提術下前佛 但没有在菩提術下说法 这我没有知道 释迦佛是在菩提術下前佛 但不是在菩提術下说法 那弥勒菩萨是在 是在这个荣华術下成佛 在荣华術下 当然这个 如果你看那个上圣经跟下圣经 然后你会知道 这个 弥勒菩萨也不是在荣华術下说法 他是在那个讲堂里面 大讲堂 他有两些大讲堂 在大讲堂里面说法 其实是这样的 这里叫做三会荣华 或叫荣华三会 意思是说在荣华術下说法度众生 或是荣华術成佛 荣华術下成佛 然后说法三会度众生 化度五量众生 到底多少 其实这个应该是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有说是96亿 94亿跟92亿 所以能如愿 如能发愿往生多算净土 就能见弥勒菩萨 将来又随否下生人间 见佛无法 所以 弥勒净土的根本 根本重心在人间净土 为什么 因为你去到多算内院不是就在那里成就 不是 你去到多算内院是随着弥勒菩萨来人间 然后成就的 是这样 所以弥勒来的时候 你是去那里等弥勒来的时候 你跟他一起来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 道多算 多算净土的本意 在人间净土 是要来人间净化这个人间的 要来人间成熟众生 庄严国土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说 这当然 当然会向上胜进 还有什么堕落呢 当然你能够生 你如果能够生到 生到这个弥勒净土 你是不会堕落的 你能够生到弥勒净土 你是不会堕落的 因为上神经下神经里面有讲 就是你生到弥勒净土 你听弥勒佛说 弥勒菩萨说法 你一定也会得不退传 你不会得不退传 你不会退传三中道 就是你会随着 而且你会在那里正道正果 然后再随着弥勒菩萨来人间 利益众生 其实是会的 所以优什么堕落 那因为现在的人 会往生进土都是怕堕落 叫做隔音之拟 就死了之后就不知道了 就茫茫苗苗 然后就下辈子就忘记学佛了 就怕是怕这个 但是其实不用怕 因为你是随着你的习气 随着你的业 随着你的心往生的 所以你常常保持这个心 那么基本上 你还是会在升起 像你说的菩萨戒 他叫做精肝道种 他就也不会退伤的 因为我的菩提心 基本上也不会退伤的 所以他这里讲 你能够见佛文法 当然会向上圣经 还有什么堕落 释迦佛慈悲的开示 出于弥勒下身成佛 及弥勒菩萨上身经等 有没有内焉 我们后面再来讲 因为他后面讲到 施子权的故事 这边再来讲 往生弥勒净土法门 比起十方世界的其他净土 真是最为稀有 最为稳当 其实真要讲 混蛋都五蛋 这可以从三点去说 第一个 静 弥勒菩萨现身多算天 将来到我们人间 同一世界 同一异界 论地点是很近的 不像十方的其他净土 总是要过多少佛土 论时间 来生多算内院 不太长久 来生生多算内院不太长久 就回到人间了 不像广生其他净土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再来说过 但是这么说 其实是 他是纯粹就多算内院来说的 但是如果到弥勒 如果我们讲 如果现在会把弥勒净土 跟弥勒净土一起来看 导师这里讲的是因为 因为那个时代很多人 中文弘扬弥勒净土 西方净土 尤其是很多祖师大德 都把弥勒净土跟弥勒净土 放在一起讲 然后都有意无意的贬损弥勒净土 为什么是这样 导师这里有一点点要把它导正 但是看起来有一点点像 好像是弥勒净土比较不殊胜 不会 后面讲大盛不共净土 他也是讲殊胜 大盛不共净土再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他也是有讲弥勒净土 现在在哪里 佛籍净土 有讲阿弥陀佛的净土 不知道在哪一页 现在还没法盗 没关系 之前你要再来报告 好 不过如果我要论净来讲 其实往生都是一刹那 在哪里其实不是问题 不是那种没有远近的问题 因为你不管是往生药师净土 往生阿处佛净土 往生迷陀净土 就算过十万亿佛土 也是屈身必寝 都是你刹那的时间 你往生到弥勒 你往生到弥勒 所以往生到过十万亿佛土 都是屈身必寝而已 所以没有远近的问题 其实没有远近的问题 但是这里的近是 比较是跟我们的性格比较近 所以我们的习惯 跟我们的习惯 因为都是异界的 跟我们的习惯比较近 其实如果就往生 其实依业力去了 屈身必寝 没有远近的问题 那论时间如果真的是 从多算院院来 跟从极乐世界来 极乐世界有没有比较久呢 应该也没有 因为他要来 他来的 他什么时候才能来到梭博 如果我们这样来论 就是说 你去到多算天 你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来就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自己来 一种就是你跟弥勒菩萨来 那如果你自己来 就不一定了 要看 如果你正如无生乏人 或不一定你要先来 那也可以 如果没有 你就在那里 得到阿比伐志之后 然后等弥勒要来的时候 跟弥勒一起来 那个时候就很久了 那个时候也很久了 但是再怎么久 他总是在一节内 一小节内而已 你看 第七节之后 第八节 现在是第七节末 到第八节初 第八节初就来了 不到一小节 不到一小节 虽然也很多年 但是不到一小节 那如果是到极乐世界去 什么时候来 要看你是上辈 中辈 下辈 如果你去了 另外化身 十四八月里面也有 就是你去那边是无量寿 可是如果你要悲心 你要先来 你其实就舍掉那边 也是可以来 直接来 但是就是到底多长要看你的 你是上辈 中辈还是下辈 你是上平 中平还是下辈 才能决定 所以也 你说 往生到其他禁途 不知道何年何月 其实还不一定 就是从这一点来讲 从这一点来讲 不能论定说 迷途禁途就比较久 迷乐禁途就比较快 也不能这样说 但是老师在这里 其实因为他讲五圣禁途 其实就是要说 迷乐禁途的殊胜 本来也就是这样讲 所以就是也可以鼓励 因为他是五圣禁途 五圣共法 那升到玉界 所以鼓励 其实也可以升到迷乐禁途 随否来 因为你随否来人间 净化这个人间 可是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依禁途的经典来讲 他也是发鼓励性的 虽然是无量说 他随他的本愿 可以调整的 他要先来 他就舍掉那里来了 也可以的 那来都是趋身欲减 没有远近的问题 如果近就是跟我们的个性比较近 如果是欲见 如果是这样 好 好 第二个容易 多帅净土 与将来的人间净土 都是欲见善定 所以只要能归一三宝 清净慈戒 如法不失 在家发愿往生 称念南谋 当来下生彼得佛 就能往生多帅净土 那不像往生其他净土 非要一心不乱不可 一心不乱就是定 这是不太容易的 一心不乱可能比较接近欲界定 就等词 九住心的等词 还没有到达 可能还没有到达 到达出产 跟本地 有这么一种说法 那怎么样才能往生呢 就是怎么样才能往生 跟弥勒净土 一般说是要修六四 我们写一下 秦修六四 往生弥勒净土 秦修六四 那导师这里讲的是几个呢 歸一三堡 清俊慈戒 如法布施 發願往生 念佛 但是他這裡是要說 其實他有講 他說要勤修六世 往生淨土 第一個 勤修諸公的 就修六世 往生淨土 應該是修六世 第一個 勤修諸公的 這個跟無量壽星的 修諸公的是一樣的 要精勤的修諸公的 這個是 修六世 往生淨佛淨土 生淨佛淨土 我們都算淨土 也就是叫彌勒淨土 彌勒的淨土 彌勒菩薩的淨土 勤修諸公的 第二個 威以不缺 威以不缺就是慈戒 第三個 基本上就是布施 掃塔圖地 第三個 基本上就是布施 那麼 以眾名香 妙花共養 這個其實是布施 在佛教裡面做布施 以眾名香 名貴的香 美妙的花 妙花 共養 共養三寶 第五個 他講到修這六件事 第五個 行眾三寶 深入贈壽 還是要有的 行眾三寶 就是要修 修店 深入贈壽 第六個 要讀宋經典 要有會 其實就是戒定位 還有布施 讀宋經典 這個是定位 這個是會 你看 都不離開戒定位 一樣 這個是戒 這個是施 物施 這個是修諸功德 那要這六件 要這六事 也不是說 只要念彌勒佛的名字就要去 但是他沒有講一定要發布施心 那我們可以對照 對照這個阿彌陀佛的禁度 三倍往生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 一個發布施心 三倍都要發布施心 這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這是謎陀進度 這是謎陀進度 這個是謎陀進度 謎陀進度 可以對照看 發布施心 第二個 修諸功德 那三倍都從修諸功德 那三倍都從修諸功德 分差別 發布施心是一樣的 一向專念 但是也是要發願 他們即使還是要發願 裡面要發願還是不能去 一向專念 然後第四個 就回向發願 一定都要回向發願 但是他是說 你只要修這六個 然後再念弥勒菩薩的名字 然後再回向發願 那你就能夠往生 所以他這個是 他這個都是在修諸功德裡面 就是這個他 那這個其實都是全修諸功德 這些都在修諸功德裡面 有沒有 這裡是這裡 但是後面他也是一樣 要回向發願 不然他也不能去 你要去弥勒那樣 你沒有回向發願 一定要回去 一樣 這都要了 那現在就是說 他要念弥勒菩薩的名 稱念當來下生弥勒尊佛 也是一向專念 這兩個他們又寫 但是還是有 還是要的 那問題是沒有這個 不用發不得見 所以 他是無聖夠保的見譜 他不是大聖不夠保的見譜 就在這裡 沒有發不得見 好 那我們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容易 他說都是欲界善地 所以只要歸一三保 清淨辭界 如法不思 再加發願往生 稱念南魔當來下生弥勒尊佛 就是你這六個之外 你再發願 然後念當來下生弥勒尊佛 就能往生淨土 他這裡是修出功德 就把歸一三保 清淨辭界 如法不思 然後包含在裡面 但是其實基本上他是講這六四 再加發願往生 念佛 這兩個一定是要的 那往生極樂世界一樣 一樣是這樣 但是後來就變成 只是念佛 發願就往生 不是 他一定要修出功德 尤其是往生極樂世界 一定要再加發本的心 可是到彌勒尊佛 就不一定發本的心 不發本的心也能去 是這樣子的 他說不像往生其他淨土 非要一心不亂不可 可是這個往生 往生彌勒尊佛 其實也要深入三妹 就是深入正中行眾三妹 一樣 一樣你也不可以太散亂了 因為你 我們要知道這個欲界有六天 那上帝就是閃心的 欲界當然比較閃心 但是久住心 我們說過這個一心不亂七十 也是在欲界定而已 他還沒有到出產 一般手法是這樣 那這個欲界 色界 色界就有定了 但是欲界是九住心 就味道地定 九住心最後一個是等詞 那欲界有分 有分這個地居天跟空居天 那空居是 地居天是四王天 四王天跟道立天 那四王這個是地居天 這個是比較心比較散的 心比較散的 比較散心的 但是地居天以上 空居天基本上 心就比較不那麼散 就從夜魔天開始 第三天多算天 第四天多算天 第四天是多算天 多算天 多算天以上 其實心都沒有那麼散 但是他雖然還是在欲界 還沒有出場那個靈域 可是他心裡就沒那麼散 所以九住心 其實是欲界的層次 但是雖然是欲界的層次 它也是色星的 那一般的說法就是 一星不亂 這個是第九住心等詞 就是味道地點 當然到底吃在哪裡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就是有很多種說法 不過即使是多算天 它都不是你很散心的 都已經不是了 那多少都是少分定 都已經有少分定 那老師這裡講的其實就是 所以我們這裡講 但是這樣講有一點點 好像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就不是說已經要一星不亂 一星不亂就是不太容易 那其實六四裡面他要 你看他如果他講的 要行眾上面深入正受 這個一星不亂 我看也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也沒有 第三個普及 所以往生彌勒進度 不一定要發普遍心 那確實 他沒有講到發普遍心 可是 無量壽經說一定要發普遍心 但是關無量壽經 又沒有說一定發普遍心 可是關無量壽經 下背的往生 到底是不是往生到進度 是很可能的 因為他在十二大節裡面 尤其是像下禮下生的 升到極二世界之後 在蓮花中十二大節花才開 十二大節中不見佛不聞法 都還不如無量壽經的邊地遺產 五百歲 十二大節很長耶 十二大節裡面 不見佛不聞法 可是極二世界應該是 二六四中念佛念法念生 天天早上就是去供養 他方十二義佛 所以他生去的地方 下禮下生真的是去到極二世界嗎 應該不是 所以要依無量壽經 要依無量壽經 就是他三倍都要發普遍心 這個才是 那因為他在蓮花中 而且十二大節之後 才見到觀音菩薩 教他發普遍心 這樣如果依觀無量壽經的說法看來 比較不像是生道極二世界 雖然他也講生道極二世界 可是這樣有一點點不是 就是你不能會通 所以應該要依無量壽經 就基本上都是發普遍心的 所以他在這裡講 往生彌勒進度不一定要發普遍心 確實 也不一定要發初離心 那就是發真上身心的人天善根 也能隨便往生 這個確實是這樣 那麼在多算進度 及當來的人間進度 彌勒尊是普應眾基 說仁天法 說二秤法 說菩薩法 仁仁仁稱積得意 我們先下課休息